大家好我是張欣 有沒有感覺我越來越年輕啦 今天我們邀請到兩個小小達人來進行這一次的達人專訪 為什麼稱他們為達人呢 一會他們自我介紹你就知道了 來兩位小達人能不能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哈囉大家我是瑞陽 我12歲然後我在瑞士待了兩年半 瑞琳瑞士 瑞士 兩年半 我叫陳玉凱我在瑞士待了兩年半 怎麼一模一樣 對啊我在同學啊 然後我13歲 你比他大啊 你歲 他比我大兩個 所以兩個都在瑞士念了兩年半的書 我好不容易把他們的父母都支開了 所以要來問第一個問題 趕快問真心話 當你第一次聽到你媽或你爸跟你說要去瑞士念書的時候 你到底是心裡想什麼 哭喔 那你到底是能多好吃的食物 食物 蛤 蛤 你第一個想到吃 你第一個想到食物 因為本來就是吃貨 吃貨 欸 你呢 因為他瞎掰 你不相信你媽講的 對 因為他在瞎掰 他以為他在唬爛你 欸 可是當確定的時候 你媽跟你說這是真的 你心裡做何感想 啊 先去跟同學生意鼓拜 啊 哇塞 你還很人情思路啊 心裡都還來不及反應 第一步就跑去跟同學生意鼓拜了 媽 你說的是真的嗎 真的 好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跟同學生意鼓拜 不過啊 說句實話 你們到了瑞士讀了兩年半 你覺得這兩年半裡面 有沒有令你最開心的一件事 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裕凱先唄 有一次我搭車坐過站 然後就 很近了 然後 然後我就跑旁邊高速公路 然後我就 開高速公路上面那個 標示 然後就走回家 走回家 對啊 五分鐘而已 那還好險嗎 欸 不過 在瑞士到底講話是假的 哪一國語言啊 德語 德文 在是講德文啊 那你們去的時候 會德文嗎 不會 現在也不會 那 那到底 靠國語就可以活下來 講英文 因為學校 我們是讀國際學校 所以直接講英文就好 真的啊 欸那 你看我的問題就在這裡 你那時候去 坐過 坐錯車 看著路標走回家 你怎麼看得懂路標 字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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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一樣 哦 所以 我們兩個 搞不好也可以去瑞士 走走看看 聽起來 不用德文就可以了 嗯 你呢 印象最深刻的是 印象最深刻 哦 好像是第一次走到 超市裡面看到所有東西很貴 哦 我覺得還要知道 那我們家怎麼負得起 哈哈哈哈 你好貼心哦 我發現你真的是吃得過耶 哈哈哈哈 你真的擔心這個事 能不能舉個例子 什麼東西最貴 在你印象當中 貴得誇張了 肉 好像一小塊 牛肉一塊就十六 十六瑞 十六瑞 十六瑞好像多少 十六瑞多少錢 嗯 十六成三十 數學不好 四百八十塊 一小塊 對啊 欸如果我問個 大家都知道的 可樂一開塊一瓶 大概多少錢 就九十塊台幣 啊 九十塊 九十塊台幣啊 三百七七 嗯 老公那我收回剛剛說的話 我們還是不要去 不要去 語言可能會通 字可能看得懂 迷路可能找得到路回家 但東西買不起 這樣好像也不大好玩 為什麼不得吃 那有沒有什麼好玩的 是印象最深刻啊 嗯 除了吃以外啊 第一個是網路 網路有夠快 五百萬比鐵 哇爽 第二個是 走在路上就是高速公路 因為我們往旁邊看也都很漂亮 然後到時候是山和水 哦 風景很美 看起來真的跟畫一樣嘛 我看照片都是這樣 對啊 旁邊都是有學山 那我們還是可以考慮去一下 哈哈哈 不過那我再想一個 再問一個問題 比較實際一點點 大家一定要確實回答 好不好 有沒有令你印象最不開心的一件事 或者是你最不喜歡 或者是 特別討厭的事情 在這兩年半之內發生過 你給我一個那個查票的 然後我那天沒有帶票 然後結果我一個 然後 我旁邊有一個人 然後就是下站的前兩秒 然後 他不喜歡我旁邊那個人跑 一查我的票 他旁邊那個就跑了 喔真的嗎 對 後來呢 然後後來就被查票 然後就被繳費 重點是 你為什麼沒有票 啊我放假的 我已經帶了 好 不是還是有register 所以直發 無瑞啊 喔所以應該還好 如果你沒票 就直發 可是為什麼會不舒服 你是認為他有 歧視你 或者是刻意查你 還是運氣不好 我是覺得很 運氣難不 運氣不好 對 畢竟我們不是那裡的人 對不對 那裡的神好像也不會保佑我們 這樣 這樣會不會亂講 哈哈哈 欸你呢 你呢了呀 就是第一天 我到瑞士的時候 他們家 買了一個冷凍披薩 給我們吃 然後我第一天 我覺得哇怎麼這麼好吃 然後吃了兩年半的時候 呃啊 我不是 真的像我一樣 為什麼 就吃起來就是 很沒味道 然後就是 感覺一到一人吃 他們哭 欸 這吃的東西到底好不好吃 很難吃 又貴又難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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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吃了我 表情你真的弄了 你覺得呢 又貴又難吃 貴的 貴的要死 然後就很難吃 然後就全部都沒 欸我們想個比較文雅一點的形容詞 如何形容這種又貴又難吃的東西 思考一下 不可以用剛剛那個詞 潘子 是什麼意思 潘子 解釋一下解釋一下 呃就是 呃浪費錢 又買很貴 然後又像個潘啊 對不對 然後買很貴又很難吃的東西 你呢 感覺 感覺 如果農場 收那些 食物 可以為主持 還不錯 主持 還不錯 還要收很多的錢 欸 那有沒有中餐店啊 有 應該有 好像 我家裡旁邊就有一家 只是 應該不怎麼樣 有沒有去吃過 沒有 有 那你覺得好不好去 有 他的那個價格就是 他名可以直接搶我 還要送我一杯 他送我一番炒飯 呵呵呵 阿炒飯好不好吃 呃 他的標準可能感受不錯 以瑞士的標準來講 應該算好吃 跟台灣比應該就 還好 如果 如果 我去那邊 開餐廳 你們覺得怎麼樣 可以啊 可以齁 應該會賺吧 只是開餐廳很累 會嗎 因為 不對 瑞士他們很輕鬆 就是 早上好像 早上10點才開 然後 晚上8點 可能6點就關了 10點是大賣場 4點 4點就關 那晚餐就沒東西給你們吃 買來啥 對啊 你也可以就是只煮一餐 然後就很輕鬆 也可以賺 那在那邊你們晚餐都怎麼吃 都父母自己煮 都自己煮 對啊 所以如果父母不會做菜的話 就完蛋了 要夠有錢就可以 貴了嗎 不是餐廳關了嗎 沒有 就是你夠有錢的可以買 食材賣比較好一點 或者是買現成的 帶回家吃 那可能要超有錢 很有錢 還沒有辦法 好勒好勒 那我還有興趣的話 請問 到底有沒有種族歧視 在哪個地方 有一點 主要你走在街上都會有一點壓力 看到老人還好 因為他們 就是不用那些俗社交軟體 就沒看到 就有的沒的影片 就是 年輕人走在路上 就有可能會被歧視 有沒有什麼例子啊 只是我之前走 我在路上騎腳踏車 然後看到一堆 看我差不多大的 就是 沒有大一點 然後對我出口水 就這樣 真的喔 所以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忍耐 就跑 就跑走了 也沒辦法 我想多多少少都會有吧 也沒有辦法 這種機率高嗎 他應該比較不會碰到齁 因為他比較壯 對 人家不敢 等一下被他吐回去 他都不豐富欸 豐富熊貓大家都有看過 不過我還是有個好奇的 前面講歸講 到底 讀書怎麼樣 去那邊讀書 到底是輕鬆還是更困難啊 很舒服啊 就是 很簡單 這麼說 就是 他學的東西 不會很難 然後 也沒作業 他只是考試 有點難懂而已 為什麼 是題目看不懂 英文 數學是英文 他用你 就是 做完題目了 你還 你還解釋說什麼 我 那你是怎麼找不到 像你抓到語言 你要說 喔你是怎麼抓到的 所以作弊就很難 因為你還要 你答案寫完都 你還要 作弊的那個跟你講 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這個還是好處 上課很輕鬆啦 沒有家庭作業 就是考試跟我們這邊的不大一樣 對不對 然後我們都自己在電腦上學 自己在電腦上學 自己在電腦上學 所以就沒有人在做電腦上課 欸 那好像也是個好吃齁 呵呵呵 不簡單欸 所以如果台灣的小孩子真的到瑞士去讀書 在學業上面應該是很容易銜接 至少前兩年 可能去了我們都學過了 你會覺得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你會覺得簡單到三個小睡覺 你呢 你覺得數學怎麼樣 很簡單啊 跟我們這 就是往我們這邊 一兩個學習 哦 可是還是要英文好才可以啊 對啊 還是要英文 台灣的什麼補習班 然後上英文 應該還好吧 台灣的英文都很容易 都還可以 所以小孩子去那邊 應該學業上沒有問題 可能吃得上有點困擾 但是那邊的環境比台灣好 會不會就是安全啊 或者是交通風景 交通和風景是絕對 因為交通很好 你走在路上 你都不怕被車撞 真的 這麼好 就是你看到前面有車 然後你就直接過馬路 反正車絕對會等你 哦真的啊 覺得會死傷 所以在瑞士你就看到 都沒有人在 就是 都是人先過 都直接走過去 然後在台灣的話 就讓人先車前過 不然就這樣 嗯 這個好像是真的齁 然後在那種市中心 都是只有人 哦 就像台灣有一堆車 然後要過馬路巴拉巴拉巴拉 嗯 這還是有差 欸空氣咧 他們說瑞士的空氣很好 風景很好 分子都是一樣 然後就 對啊 你覺得好好可以賣空氣罐頭 哈哈哈哈 真的還假的 可以喔 空氣罐頭 你聞不出來嗎 聞得出來 會不會有感覺啊 覺得很冷 聞起來就很舒服 比較乾 比較乾 比較冷 嗯 我還有對瑞士有一個 小小的幻想 到底瑞士的血好不好 不好玩 為什麼 因為你第一次下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 很新奇很好玩 結果下完之後 你第一次 你就 接下來 融冰的時候 你會冷死 然後你走路會被滑倒 會腦被撞到 欸這樣很適合拍YouTube 對 你又在路邊沒的 哇那個百萬訂閱 對 看人家出去玩 你出去玩的時候 你會隨便走一走 然後腳就整個陷進去 拔不出來 然後就冷死 你的頭上就會濕得要命 然後你的手指就爆掉 所以跟想像中還是不一樣 可是可以打雪上 就是 如果你沒走到 你會很冷 然後你戴手套 手會很冷 所以就沒差 對 所以還是可以了 去瑞士走走還是不會 好這是小孩子的心理化 所以各位家長 或者是在螢幕前面的好朋友 如果有小朋友 或者是你自己是小朋友 接下來就要去瑞士年書 或者是家長要去瑞士工作的話 記得把這幾個東西 跟小孩子溝通一下 提前講 讓我們知道大師的狀況 去了那邊 就不會有這麼大 與預期上面的落差 小孩子就更容易適應 好嘞 今天特別開心 想辦法支開父母之後 特別邀請了這兩位小小達人 來跟我們分享 他在瑞士讀書兩年半的真心話 那我們一起跟大家說真 拜拜好不好 拜拜